美国亚特兰大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一波未平 克罗拉多针对平民的枪击事件一波又起 这些种族歧视和暴力犯罪案件频繁发生 从一个侧面证明美方在保障本国人民 人权和安全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 佩罗西议长的声明在我们看来实在是蛮指荒唐言 当前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 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 过上了安定祥和的幸福生活 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尊严 相比之下美国少数族裔的境遇才是一把心酸泪 美国人民选出的这些议员和政客 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的人民实实在在的做一些实事吗 请他们首先确保弗洛伊德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权利 确保亚裔摆脱歧视仇恨犯罪的噩梦 不再生活在恐惧里 确保50多万美国人死于疫情的悲剂不再继续 让美国所有人都能够享有生命权健康权